花蓮有一名孕婦在懷孕三十六週時確診 因為腹部劇痛 被送往花蓮慈濟醫院 醫院指出根據臨床結果分析 感染新冠肺炎的孕婦 有可能增加早產風險 考量婦人子宮頻繁收縮 有糖尿病 胎兒三千多公克 體型較大 因此緊急安排剖腹產手術 急診時醫護人員必須穿著全套防護裝備 進行各項檢查 為顧及防疫要求 原本只需要半小時的檢查 團隊則花了三倍時間完成 檢查之後 當天清晨六點二十三分 順利在負壓手術室 完成花蓮手例 確診孕婦剖腹產手術 產下一名健康的男寶寶 原室新聞樓歐華聯視採訪報導